哈嘍,我是薛林六 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在AI之后软体里面 有三种常用的复制快捷键 首先第一个 请将滑鼠点到你的物件 按下键盘中的Commade加C 这是拷贝的意思 再来按下Commade加V 物件就被你复制出来 那如果你今天复制的物件 想要照你的意思 放在你想要放的位置 要怎么做呢? 一样点选物件 按下键盘中的Art 你的黑色箭头会变成双箭头 这时候你就可以将你的物件移动 有看到这蓝色的线吗? 代表这复制的物件 你可以放在你想要放置的位置上 选择你要放的位置以后放开滑鼠 在这里做个小提醒 当你点选物件以后 按下键盘中的Art 当你在移动物件的时候 记得Art键要持续按住哦 如果你放开的话 你原本的物件会被移动 反而就不能复制哦 那第三种复制方式 我将它称为 复制后再重复上个步骤的复制 这名称听起来是有一点长 为了让各位同学们好理解 所以我想先透过文字的方式 让各位同学们能清楚明白 它的功用是什么 一样点选物件 按下键盘中的Art 移动复制物件你想要放置的位置 假设我今天复制的位置想要在这里 放开滑鼠后 记得不要先点选空白处哦 让物件还持续保有节点的状态 这时候你按下键盘中的Commade加D 它就会复制你上个步骤复制的角度 我再按一次Commade加D 位置一样在斜下方 那第三种复制方式 非常适合用在你要复制大量的物件的时候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将这四只鸟 重复复制往左边跑的话 当四个物件被你选取完毕以后 按下键盘中的Art 移动到你要的位置上 你再按下键盘中的Commade加D 完成后就是这个样子 而这种复制方式 也可以让你省下许多对齐的时间哦 那今天简单的分享AI这套软体 三种常用的复制方法 希望各位同学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哦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可以按个喜欢 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哦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